四百年前 沿海楼即使航标也是瞭望它 在上面登高望远 可以发现 九龙江入海口 四个小时航程以外的船只 明代学者张谢 东西洋口明确载述 张州外貌 先是发博在南兆之梅岭 后一海贼耿族改到海城 明洪武初年 因为欧客烧倒海道场景非常苍空 烧倒了沿海六省 那当时所以明洪武四年 就下令海禁和迁进 那把广州港临泊港 还有泉州港都一立关掉 起下落都那个船坡 那所以当时的很多那个江浙一带 闽南一带的那个大商人 为了生存那个发展 偷偷地在这边进行走私贸易 从郑德年间 1426年 一直到了那龙庆元年 国家才承认 政府明朝 名目中才承认它合法体位 所以那变成了一个龙庆开海 所以龙庆开海是我们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资本主义萌芽就从这里开始 在九龙江沿岸 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码头 一百来个 最重要的海城越岗一公里的区域内 就有七个大的民间贸易码头 当时这七个码头的公用不同 有的是内陆码头 有的是外国船只停靠的码头 有的专门纳响的码头 这条一千两百多米临江古街 是明代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专门纳响的码头 专门纳骨街它当时有了开了13个行 有在那個售大米的 銷售大米的 還有銷售那一些菸葉 從那個馬尼拉 從西洋傳過來的那個菸葉 還有什麼那個辣椒 一些外來的貨物 也有我們本地從江西 從內陸五余山 運下來的茶葉 很多都有 所以我們這一個 這條街非常繁華 還有糖葉 還有那個什麼絲綢 所以非常繁華 還有當時的記載 這裡的外國人 荷蘭人跟西班牙人 隆慶元年 公元1567年 明目中宣佈解除海禁 允許民間私人遠返東西二陽 公元1571年 西班牙殖民者 開闢了從墨西哥 阿卡普爾科 至旅宋馬尼拉的貿易航線 王世貌 王世貌在《閩部書》記載 凡福至絲綢 張之沙鑌 泉之藍 炎之鐵 福掌之局 福醒之立之 泉掌之堂 順長之指 無日不走分水嶺 即浦成小關 下午月如流水 齊航大海而去 解一倍天下 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 獲得了合法的地位 明朝出現一個全面的開放局面 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 海外流入的白銀總數 大約為3億3千萬兩 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 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